今天在我昆頓的電話另外一邊有謝高俊 Hello 你好 Hello 昆頓 你好 你好 你是今年的樂壇新人 剛剛出了新歌 我知道你之前已經在娛樂圈一段時間 有去拍電影和做模特兒 為何今次會想著走多一步來做歌手呢 其實今次的確是挺特別的 因為我今年年初簽了新的公司 專屬娛樂 他們覺得我可以嘗試多一點不同的發展 所以他們決定今年找了舒老闆去幫我做監製 他做了第一首歌曲 他想你那隻公司跟你談 你除了做模特兒 除了拍電影之外 其實可以多走一步 可以嘗試唱歌 但唱歌是否你自己的興趣 其實唱歌 我一向都會去唱音樂 但未有一個很正統的訓練 直至今年年初 簽了公司之後 很感謝我的經理人Apple姐 他這幾個月 真是地獄式訓練我 加上在舒老闆上 其實也學了很多 在音樂上 和唱粵語歌的一些牽涉 他也給了很多提議 其實公司叫你 你多走一步 唱歌 你那一刻有沒有猶豫過 其實那時是有的 因為那時 始終自己不是說 可能真的唱得那麼好聽 所以 一開始都會有點害怕 因為始終都不懂怎樣用氣 但之後慢慢開始學 就覺得音樂這件事非常有趣 現在就慢慢跟著Apple姐去學 希望之後可以越唱越好 大家都會喜歡我的歌 嗯 由自己對自己的猶豫 然後公司給你一些信心 你先試一下吧 然後去完舒文舒老闆 去做了你第一首歌 到現在有出街的成品 給大家聽到 亦是你第一首歌 你自己第一次聽到成品的時候 的感覺是怎樣的 第一次是真的覺得很興奮 因為真的從小到大都沒有幻想過自己 真的可以做到歌手 但是 而這首歌出來之後 都覺得 都挺好聽的 也很有眾客的感覺 所以真的好多謝公司 還有好多謝舒老闆 因為 特別是舒老闆 因為舒老闆都真的用了很多心血 在這首歌裡 他都 因為始終 我本身也是運動員 又是拍電影 他都會用了很多 我本身之前 自己會比較熟悉的東西 避免在唱歌上面 另外容易學習一點 例如呢 例如 好像 用氣的時候 其實跟平時打球一樣 因為 你始終無論在歌詞也好 編曲上面 其實都幾次我之前打職業籃球 都是要跟著整個戰術 要整件事 大家 前後面一起去做好 這樣一首歌才可以出來 才可以讓觀眾去聽 希望觀眾都會喜歡 嗯 其實自己沒有想過要做歌手 但是 現在就決定 當時說可以試試 走多一步 找到舒老闆去幫你做歌 這次他還要幫你填詞 其實 你跟舒老闆中間的溝通是怎樣的? 跟他的溝通就是 因為始終我也是想帶多些正能量給大家 始終我之前也在代表香港會出去外面比賽 我都很想 因為始終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都很想用一首歌 去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所以就希望可以用中下的計劃 告訴大家 其實你人生你可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抉擇 但是當你已經抉擇了之後 就千萬不能後悔 因為這個始終是你自己已經選擇 每一件事都要盡全力去做到最好 不要讓自己留下一個遺憾 其實自己第一首歌 找舒老闆幫你做 有沒有談過 其實你想要一個什麼曲風 或者一首歌想要什麼題材 為什麼會是現在大家聽到的這首歌呢? 其實開頭是自己沒有太大特別的想法 因為這件事始終都是舒老闆比較在行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老師傅的簡稱 都是聽他的意見比較多一些 他就會覺得不如試試一些在市面上比較少的一個類型的音樂 就是比較輕快一點的 希望可以帶動到大家的情緒 輕快一點的可以帶動大家的情緒 當你聽到這個DEMO的時候 自己又沒有真的唱過歌 要去由頭認識自己一首歌的時候 要去做功課 你怎樣去幫助自己或者舒文怎樣去幫助你 因為一開始聽到DEMO之後 因為整首歌是完全沒有人唱的 因為其實很多DEMO都可能會有人唱著 讓你可以容易去唱一首歌 但在於我完全沒有試過錄音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確挺緊張的 要自己聽著MMO之後給自己一個指導 所以就要自己唱完一次 舒老闆又要錄完一次 然後讓我完成初品 最初品的東西就要自己去聽熟 最後就要繼續自己去不停練 才能出現現今的成品 其實練了多久 練了多久 其實都大概過半個月時間 用了半個月時間去錄一個DEMO給自己去聽 自己去聽熟 然後再加一些情感 可能舒老闆就會說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想一下 其實你對著一個大海 那你就喝著一罐可樂 很舒服的 那你就要把整首歌 用一個很輕快很舒服的感覺 告訴別人 因為你們現在其實在一個眾夏裏 一個很好的夏天裏 你們應該要享受所有的陽光 和大家喜歡的東西 還有大家都可以笑著去唱這首歌 然後再去拍MV 那當然 那其實 其實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演戲對你來說應該是不困難的 那拍MV有沒有新鮮感在這裏呢 拍MV其實之前都有試過拍的 所以拍戲對我來說 就可能不會是一個太大的難題 但是最大的難題反而是拍攝當人 因為我們遇到真的非常多的錯誤 我們開頭有兩個地點 就因為以前的關係 第一個籃球場就要封閉了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籃球鏡 我們是第一個鏡頭拍攝 但是最後就不行了 我們唯有拍第二個鏡頭去飛鵝山 誰知去到飛鵝山的半路 其實那裡就動了牌 說山來傾斜 因為飛鵝山上比較少會山來傾斜 而人們不可以上去 糟糕了 差不多12點了 12點還未開鏡 我們最後就去了農場的觀景台 就開始我們第一天的拍攝 但是那時候就開始下雨了 然後我們在那裏大概逗留了兩個小時 差不多應該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都是下雨的 所以我們就用了那半小時的時間 就盡量開始拍賣了我們那些開頭的鏡頭 我們到最後我們之後都趕得及 又找到其他籃球場去補拍一些籃球的鏡頭 然後到最後我們又開始拍賣了我們拉斯的東西的時候 又開始傾盤大雨 我們又被迫停了 但是突然間就真的非常好 好了 香港第一條的雙彩虹終於在維港出現 而我剛好又在西九 就可以拍攝了這條雙彩虹在我的MV裏面 所以都算是一波三折 但是這件事都是微紅的 即是在很危急的狀況下 但終於完成到這件事 後來還有一個彩虹陪著你 是的 因為正常很多時候MV如果你有彩虹 都可能要後期加上它 但是這條真的是完全天然的彩虹 是的 我看到的時候 咦 拍到彩虹 其實都很幸運 但是我心想看到彩虹 就應該下雨了 還有那天其實所有服裝 就Annie Daniel幫我去準備 其實他的衣服看起來真的非常漂亮 可能我個人比較高 所以穿長褲都會比較好看一點點 但是真的比較熱的那些衣服 但也覺得非常好 因為出到來整件事都是非常漂亮的 完成了自己第一首歌 其實對於自己走多一步 要去加入樂壇這件事 有沒有信心大了一點 以及給自己的期望會是什麼呢 其實由開始有零 完全什麼都不知道 直到現在 其實開始都感覺到自己 應該怎樣去唱一首歌 怎樣去把情感 就像拍戲一樣 用自己的聲音去表達給別人聽 這件事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是有進步了一點點 但也會繼續努力 因為其實現在都開始在學彈琴 希望之後都可以嘗試賣可以自彈自唱的這件事 嗯 都想在唱歌方面做多些東西 還要學多些東西 對 因為其實之前無論拍戲也好 做模特兒也好 甚至我之前打子業也好 其實我也覺得 因為當你每一次去投入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放下所有心思 把所有東西去做到最好 其實就像今次中下的記憶 我想表達的內容一樣 嗯 總之就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放下出來 要去做的話就要盡力去做好它 沒錯 那就不可以讓自己有後悔的機會 所以就先捉緊每一個機會 現在有機會唱歌 先捉緊了 希望唱好它 其實接下來我聽到都在學彈琴 也希望將來有自彈自唱的機會 那第二首歌其實開始想了嗎 其實第二首歌會是一首慢歌 但是現在就可能形成關係了 所以就暫時停了 一停 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推出 但是這首歌也是書老闆 他會去幫我做監製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嗯 除了唱歌之後 還有其他工作計劃 雖然我也知道大家都亂了 現在基本上很多工作都要停了 但是接下來都可能會去拍戲 雙線發展 因為本來今年我會在香港打甲一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甲一籃球都要取消了 所以可以放多點時間在拍戲和唱歌上 嗯 那今年暫時先裝備好自己 接著就是繼續雙線發展 如果下次你再有新動向 我會再找你聊天 好啊謝謝你 謝謝 謝謝雯頓 拜拜 拜拜 拜拜